好 我們可以看到呢 現在桌上有很多 我們剛剛從賣場買回來的材料 今天我們要做的是 萬年不敗親子丼 那今天呢 醬料我們就會利用 這個味醂 還有一點點醬油 還有米酒來做 當然日本的炒味料就是 用清酒來做這個親子丼 那如果我們買不到清酒 在台灣我們其實也可以用 米酒來做取代就可以了 那如果 你很怕這個米酒味道太重 那我們就可以用米酒 用1比1的比例加一點開水 可是相對的 如果你有味醂 你只要加了一點點味醂 或一點點糖 它其實就可以達到 那種日本很好吃的清酒中的效果 我們就用一點點的醬油 一點點的味醂 加一點點米酒 好 我們稍微把它醃製一下 因為如果今天你是 用雞胸肉來取代的話 也是可以 你會建議你可以加一點點水 好 那我們就這樣子 因為醃個3分鐘去 首先呢 我們把這個鍋子 稍微加熱一下 我們放一點點的油 在熱鍋的同時呢 我們就來調一下 我們待會兒清智東藥的醬料 醬油 1 味醬油 味醬油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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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它大概是只有在五分熟左右 五六分熟 把洋蔥丟進來 好 稍微炒一下就可以了 現在可以發現 我們現在的火力不是最大的 大概是在小火左右 小火的火這樣子蓋好 可以讓這個雞肉 慢慢的去激溫 好 那同時洋蔥開始看到 它有產生的變化 產生透明感 軟化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剛剛準備的醬汁 倒下來 把醬汁倒下來 好 這時候我們大概讓它煮了 兩分鐘到三分鐘左右 你可以看到這個洋蔥 它會慢慢從剛剛很硬的洋蔥 它開始變軟 然後變透明 這時候的洋蔥是最好吃的 讓它小火煮一下 那同時我們這邊就來準備 清紫凍很重要的蛋 我們開始轉小火 就把這個蛋液倒下來 這時候蛋呢 你就不要去攪動它 讓這個蛋慢慢的去沉洗 你可以稍微用筷子這樣子 去推動它推動它 或者是晃一下鍋子 就關火了 利用鍋裡的餘溫 讓這個蛋熟成 接著呢 我們就準備 熱騰騰的 這個超米飯 直接上把它倒上來 我們先把它放上來 先放綠色的蔥 我們再撒上一點點的芝麻 然後七味粉 這樣呢 其實就很快完成 我們快速的清紫凍 我們來吃吃看 可是這道菜 其實真的是 幾乎是 臨失敗料理啦 只要掌握幾個訣竅 就是剛剛呢 把雞肉呢 不要煮太熟 然後用洋蔥跟醬汁 同時去燒製它 然後淋上一點蛋 再淋上一盒 日碗熱騰騰的飯 吃下去搞定 我相信小孩子一定會喜歡 其實小孩子對於日本料理 是蠻容易接受 因為它都是 甜甜鹹鹹的 然後香氣也很足夠 所以其實這樣的醬汁 去包裹這個飯粒之後啊 非常好入口 嗯 希望大家要回家做囉 好